以西节书第十九章 你当为以色列的众领袖做一首哀歌 说 你的母亲是什么 是狮子群中的母狮 她卧在少壮狮子群中 养育她的小狮子 她养大其中一只小狮子 这幼狮成了一只少壮的狮子 学会了撕碎猎物 把人吃掉 列国听见了 就把她困在他们的坑中 他们用钩子把她带到埃及地区 母狮见自己所等候的落空了 所希望的幻灭了 就从她的小狮子中另取出一只 使她成为少壮的狮子 她在狮子群中行走 她已成了一只少壮的狮子 她学会了撕碎猎物 把人吃掉 她拆毁了他们的城堡 使他们的城市荒凉 因她吼叫的声音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惊恐 于是四维的列国 从各地来攻击她 把他们的网洒在她身上 把她困在他们的坑中 他们把她放进笼里 用钩子带到巴比伦王那里 囚在狱中 使她的声音 在以色列种山上不再听见 你的母亲像葡萄园里的一棵葡萄树 栽种在水边 因为水源充足 结果累累 枝叶茂盛 她有粗壮的树枝 可作掌权者的杖 她树身高大 超乎其他茂密枝叶之上 因为她树身高大 枝子众多 远远就可以看见 但这葡萄树 因神的烈怒被拔起 摔在地上 东风使她的果子枯干散掉 粗壮的树枝枯稿 被火吞灭 现在 它被栽种在旷野 在干旱无水之地 有火从树枝中的一根发出 吞灭树的果子 以致树上再没有粗壮的树枝 可以作掌权者的杖 这是一首哀歌 是一首流行的哀歌 是一首哀歌 但是 那一首哀井